朋友们 听我一句劝 不要再把秘密说给疯听了 你们看这两天风花节上的温迪 明明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但就是要当一个谜语人啊 你们说气不气 隔壁中理好歹还签了保密合同呢 温迪 她不仅放的水海了去了 我现在怀疑她作为妇女之友 她知道的故事也多的海了去了呀 昨天我还在那猜测呢 没想到你还有PV都放出来了 得 那我们就再仔细看看 魔女会上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细节 首先是魔女会一共八个人 但是却只有七个座位 同时呢能加入到魔女会中的人 有像可丽妈妈一样的强者 也有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类 还有强到以透支自己 生命力为代价的丽莎姐姐 虽然说以前可能也接受到过邀请啊 但是她并没有选择加入到组织当中 不过我很期待在她之前 会不会有哪位魔女的称号 也是叫做强威魔女的 因为在故事剧情中 第一个就频繁出现了强威花 或者说是强威花的图案 接下来八位魔女 魔女A 爱丽丝女士也就是可丽她妈 同时应该是魔女会的老大 可丽和她妈应该是一样的精灵耳朵 说明精灵这个种族啊 长生 咱们可丽宝贝还能再活好多好多年啊 魔女B 伟大的占星术师 莫娜口中的老太婆 也就是她的师父 在官号放出的PV简介里 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老太婆的全名 叫巴比洛斯 她在剧情当中表演了一场实时欲言 说实话 当时我就觉得 这里预测的不会是空 或者是赢降临 提瓦特时候的内容吧 也是因为研究水粘术 揭露了提瓦特的天 是虚假之天的秘密 所以魔女会里的其他人 应该也知晓类似的信息 魔女J I 伊万诺夫纳恩 已婚已逝 是人类 但是数代继承者都不被魔女会承认 直到如今 现继承者为斯嘉丽探着装扮 至少也应该是个制动人吧 我知道啊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这不是J魔女吗 说实话 对于她我是有疑问的 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魔女M 安德斯多特 是人类 也是蒙德黑童话野猪公主的作者 据考证 野猪公主这本书 应该也是暗藏了一定的历史背景记录 将历史用童话的方式讲出来 这是我们在虚迷就见识过的事 魔女N 妮可 当世界偶尔发生变动的时候 她会如先知一般 在人脑海中暗示人们真相 这里呢 也和之前散兵结尾的神秘声音对应上了 那现在看来 至少魔女会中 有人是不受世界术所影响的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 他们当中也有降临者呢 魔女R 莱因多特 坦瑞亚的贤者 拥有黄金之称的炼金术师 同时也是阿贝多的创造者 在她创造生命当中 应该是有无数个实验频道 但是她唯独把阿贝多称作她的儿子 除了阿贝多是成功实验体之外 我觉得她对阿贝多 也应该是寄予了非常高的厚望 第七位物知代号的魔女 也就是故事一开始 杀死了心爱的男人的这位姐姐 现在看来 她应该也是有着非常长的寿命 所以和J不会是同一个人 但是如果按照CV表出现的顺序吧 第二个出场的声音应该就是J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呢 这到底是谁 哎我弄糊涂了 不过还剩一个第八位魔女啊 关于她 你还有这个一点信息都没有给我们透露呀 所以七个凳子对应八个人 我猜要么是J退出魔女会之后 就把她的椅子给搬了 要么就和这第八位魔女有关 现在看来蒙德完全就是一个大型托儿所嘛 魔女会里的姐姐们 各个身怀绝技 天赋一领 尤其以后的小可莉 万一遇到欺负她的人 直接就把什么黄金阿姨啊 巴比罗斯阿姨啊 尼克阿姨啊 给搬出来 还有人感动她吗 啊 你们说是吧 还有啊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在这个节日前夕 米哈游展示的魔女会的剧情 我猜测也是有祝贺 可怕的魔女也曾是小女孩 而女孩们大概要长大了吧 这展示她力量的时刻 完全就是妇女节限定剧情啊 你们说是吧 所以温迪坐实了妇女之友的称号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赞收藏 给两个圆圆的硬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 拜拜